A的選項是 火腿鞋管面 B的選項是 培根直面 这一题要问的是 这题要问大家是 看起来两个虽然都没有那么好 可是其中有一款面 它的热量还是会比较高一点点 请问是哪一款热量 热量比较高 请作答 A B 肃清又是B 肃清跟陈一诗是B 你为什么说A A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A 为什么 A 因为就是觉得 拆的 原来这位同学是用拆的 那副院长呢 我总觉得那个鞋管面在制造 它要让它稍微有点弹性 可能要加点什么东西 它是用这个弹性上面 江医师咧 血管就是存在 这种血管在哪儿子外面很高 是 这叫为什么 因为 火腿也是啊 对 问题是它不是问 培根跟火腿 那是问面 指的面跟血管面 没有没有没有 A跟B这两个让你选的话 到底哪一个比较有 因为江匹根就多很多了 好 我看要解答了 来 好 请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 哪一个比较有 答案是A 对 对 以后你们欠营养师可以发我 我现在 对 江医师刚刚都用很厉害的直觉 就猜对了 其实刚刚说到这个面体的空间 其实是关于这个热量很大的一个关键 因为其实当它的面体越中控的时候 很容易吸附酱汁在里面 它不是因为血管 不是 所以这样我要问啊 因为很多螺旋面 它卡的这个酱汁还更多 对 好 还有贝壳面等等 所以这些都会有同样的问题 对 主要是属于造型面 不是这种细致面 都比较容易会吸附酱汁 所以它们都会是热量比较高的 好 那如果说以什么红酱 这是红酱嘛 白酱 青酱呢 如果要选酱的话 确实红酱会是最好 因为它大概就只有番茄 或橄榄油去拌炒 至于白酱跟青酱 其实要看我们吃的那个餐厅 它到底有多么的档次不同 因为其实有些比较平价的青酱 它其实是拿白酱 再加上可能是裸勒或巴西叶去打 所以它就会热量差不多 可是如果是青酱的话 比较高单价 它是真的拿松子 拿橄油去打 它虽然热量看起来差不多 可是吃起来在我们身体影响 却完全不同 对 如果你看到整瓶的青酱 对 雾雾白白的 有点像混濁状 那个就是有加所谓的那种 奶油青酱 就所谓的白 加那种白酱之类的那种成分 OK 下去做奶油青酱 就不清澈那一种 不清澈那一种 就是所谓的你们口中的假青酱 对 那如果真的青酱的话 它会有一种油水分离的感觉 OK 下面是绿色的上面 下面都是一层油 好 这个就是纯的那种橄榄油跟松子 还有罗热叶下去弄的 嗯 诶 其实 这边你今天带来都还没有讲 看起来都是很健康 这到底是要做什么用的 今天就要来教大家 怎么养好脾气 脾气 对 我这边有个表现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三个关键而已 早餐一定要7点到9点要吃 因为我们中医讲了味精跟脾精 在5点到7点 7点到9点刚好走到脾精 脾精一定要给它一个开机的讯号 我们讲脾为后天之本 你要去银行就要去开户 每天起床就要跟身体讲说 我要开始运作了 气血就会开始运作 然后气色就会好 第二个呢 那你只要在睡前两个小时以前 把饭吃完 把该吃的吃完都不叫宵夜 我可以晚餐吃三分之二就好 剩下三分之一的量 比如说睡前两个小时以前 饿的时候再吃一点 那第三个呢 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时间吃饭 像江医师可能吃很多 但是他可能也 不固定 不固定 对 可能是又多又不固定 我看的时候我会吃多一点 对 或者说有时候吃一点点而已 但是又没有时间再拿东西吃 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饭后喝一杯这个 这是什么 黑木耳消脂饮 这应该 酸酸的 鲜渣的味道 鲜渣的味道 然后再用木耳 木耳如果干了可以把它泡发以后 丢下去一起熬 熬好以后 把刚刚这个布包捞起来 再把黑木耳放到果汁剂里面 稍微打一下 就变木耳饮 那它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这些中药材 都可以帮助你去除肠胃道里面的油脂 如果你吃的太油 你可以把一些油脂先把它去掉 所以你喝完这个以后 会觉得大便有点软软 就是有点去油解力的概念 去油解力的作用 而且黑木耳我们都说它是血管清道夫 对 而且它的纤维非常多 可以帮助排便 如果说真的没时间吃饭 可能吃个浴饭团肚子还没有很饱 喝点黑木耳它也可以有饱足感 对 其实我常常讲 胰脏癌这么可怕 最好就是不要得到它 像我们讲家族史的话是没办法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你直系亲属 有一个人有胰脏癌的话 你这个辈子得到胰脏癌的基率 就是人家的4.6倍 如果是两个人有的话 你就是6.4倍 三个人有的话你就是32倍 那没办法 32倍 但是千万不要抽烟 你不要小看抽烟这件事情 抽烟会增加得到胰脏癌的基率 百分之50 我们讲过统计 基本上有 四分之一的胰脏癌 我们都认为是 所以大家都认为 抽烟只是伤费 真的不要抽烟 抽烟有四分之一的胰脏癌 就是抽烟造成的 另外血糖一定要控制 我们知道 得到糖尿病的人 他以后这辈子 得到胰脏癌的基率 是人家的两倍 第六点我们又要来出题了 爱吃高油脂食物 大家喜欢吃一些炸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 偶尔吃我觉得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就是要聪明选 好 以这个咸酥鸡来讲好了 A是炸玉米笋 B是炸杏鲍菇 喜不喜欢吃 还不错啊 两种都要一起点啊 这已经混在一起的还分吗 感觉都很不错 所以你也是要大家猜 哪一个比较油是不是 对 因为看起来好像吃蔬菜 拿去炸热量不会到太高 可是我先跟大家讲 蔬菜经过油炸之后 热量超过五倍以上 这一题来 大家来猜猜看 哪一个油脂比较高 是A 还B 请作答 雷师傅说B 然后三位说B 加音师跟李徐云讲说A 好 你们两位觉得 玉米笋 当然玉米笋有一颗一颗的 不是刚才不是在讲吗 油会卡在里面啊 杏鲍菇是圆的啊 会滑掉啊 那素晴为什么B 我觉得因为其实这一题 有点那个心 因为要看炸的方法 有没有裹粉 还有它裹是什么粉浆 因为以表面积来讲 当然是玉米笋高 因为它体积小 然后有小痘痘 所以面积大容易吸附的油脂多 可是如果是杏鲍菇 因为它有那些组织嘛 因为我们油炸的过程 是把水出去油进来 所以它里面的洞洞水分 可以吸收越多 那些能存越多油脂 所以也跟它油炸的温度 跟那个 有没有包裹有关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蛮难判断 读心理也这种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 想太多都写错那一句 对 是不是直观一点 亲爱的 我常常觉得从小我就觉得 老师出题目都没有精准 对不起 好来 我们请营养师告诉我们 这一题到底是玉米笋热量高 还是杏鲍菇热量高 答案是B 对 一定是B的 杏鲍菇就像海绵嘛 一直吸油 对 确实 因为如果大家在煮饭的时候 把杏鲍菇切开 会发现它煮之前很疏松 所以一旦它去煮的时候 它是非常容易让油吸附进去 即使它有果粉 但还是蛮容易吸附的 原因是因为像玉米笋 青椒它结构比较硬 那比较硬的时候 它其实比较不容易吸附油 虽然表面积可能比较大 但还是比较不容易吸油 OK 再来再来再来 这个是大家喜欢吃的豆皮 好 然后还有就是两种豆皮 腐竹 是这种软软的 然后一个是这个豆皮酥酥的 好 哪一个油脂比较高 请作答 终于非常有志一同的都觉得 比较高 答案对不对 答案 全对 耶 我们这一般终于 比较的都答对了 尤其是现在冬天比较到了 大家想要吃火锅 然后就想说 那到底要吃哪种豆皮比较好 其实像腐竹 我们会说是生豆皮 它就是把豆浆冷却之后 外面就是把豆皮一拿起来的话 它比较不会经过油炸 因为豆皮经过油炸之后 它确实也会吸附更多的油脂 所以它热量比较高一点点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来看看雷师傅 今天带来的料理 要先请一样是告诉我们 如果真的要好好的照顾 我们的身体 胰臟等等 有什么营养素要注意呢 好 其实现在冬季 其实像萝卜非常的盛产 所以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萝卜 它很多的水溶性纤维 并且在豆制品刚刚说到的腐竹 它也有很丰富的软磷脂 可以帮助我们打固醇代谢成短醇 这样的话整个代谢系统就比较好 最后就是大家可能常听到 我们要吃一些蔬菜 蔬菜除了说听到有水溶性纤维之外 很重要就是有植物固醇 像是无论是花椰菜 无论是白的或青的 那都是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大家待会可以看看 我们的雷主厨 帮我们预备什么样丰富的料理 你觉得癌症化疗结束之后 要追踪几年之后才可以停止 五年 你觉得五年后就可以追踪了吗 还是要 还是要持续检查 五年 你觉得五年后就可以停止吗 至少五年 在现代的医学里面 癌症已经被我们视为一种慢性病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一辈子的控制 就好像你控制高血压跟糖尿病一样 一刻都不能松懈 其实之前在诊间 有一个六十几岁的妇女来找我 她来找我的时候 是她左边的锁骨的这个地方 摸到一颗硬邦邦的肿瘤 大概有二乘二公分 有点痛 我就说你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不舒服 她想了一下再回答我说 对 最近都是常常会觉得 背部的地方很痠痛 而且在骨头的地方 在大腿这个地方 也有一点非常非常的痠痛 我说你这个痠痛大概多久了 她说她痠痛大概一年多了 最近有感觉越来越痛 她大部分都是做一些民俗疗法 或是去买一些那种热腹的机器 来做一些热腹 但都没有什么改善 她最近甚至需要吃到一些 强力的止痛药 不然有时候甚至半夜的时候 会被痛醒 因为我觉得她的状况 有点怪怪的 背部这么的疼痛 那个锁骨的地方 又摸到一颗硬邦邦的 所以我开始问她 有没有一些过去的病史 我就说阿桑 你除了这些毛病之外 你以前有没有得到些什么病 她想了一想才跟我说 对 我是一个乳癌病患 我就吓了一跳 我说什么 你想一下才知道 你自己有得到乳癌吗 乳癌这么大这件事情 她说你不要紧张啦 我乳癌是我30岁的时候得到的 已经过了三十几年了 我这个跟乳癌没有关系 我就说你乳癌 你都没有再去追踪吗 她说有啊 我30岁一直追踪到45岁 45岁之后 我后来就觉得每次去医院 这样子很麻烦 我就再也没有去追踪 一直到现在十几年 我通通都在追踪了 我一听其实心里面 就会跟两个一半 因为她的情况让我感觉起来 就是跟癌症有相关系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存着一点点的侥幸 为什么 因为癌症在三十几年之后才复发的几率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低 但是我还是跟她讲 我说你这个情况 我还是觉得怪怪的 我还是要帮你排一个全身的扫描 结果排了检查之后 隔两个礼拜 阿上回门诊 我那时候把报告一打开 我心就觉得果然跟我猜想的一样 她还是一个乳癌的转移 而且不但乳癌转移到骨头 也造成她背部会痛 而且转移到她的大腿骨 所以她大腿也会痛 这个淋巴也是乳癌转移的 另外 她的肺 她的肝 统统都有好几点 统统都是乳癌的转移 为什么阿上 她的肝肺没有症状 因为转移的没有非常大量 没有影响到她肝肺的症状功能 但事实上 她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一个乳癌转移的末期 而且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末期 她当下听到的时候 就像晴天霹雳一样 觉得怎么可能会这样 已经过了三十几年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癌症復发 以前人家不是说癌症復发就是过了五年之后 就没有所谓的癌症就是治愈了吗 怎么可能还会得到三十几年之后才会有癌症的復发 在这边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个观念 以前我们常常在讲五年的存活率 就是在指说如果得到癌症之后 五年之后还可以有多少人活下来 那个意思只是告诉你是说 大部分的癌症都是在前五年 就会复发转移的 那如果过了五年之后 它的发生率确实变低了 但是不是代表说十年或是十五年 都没事 就二十年之后就一定没有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人有这个疑问说 奇怪那你都会 我当下也有开刀也有化疗 怎么可能还会在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复发 我这边就要把这个观念 今天在这边帮大家澄清一下 今天比如说你是一个癌症的二期的病患 你开刀开完了 我们输入也帮你打了化疗了 我假设你体内在循环里面 有一百颗的癌细胞 我的化疗可能杀死了八十颗或是九十颗 可是有剩下十颗到二十颗的这些癌症细胞 它在我化疗底下 它其实并没有完全死掉的 它只是因为被化疗的攻击 它进入一个很长的一个冬眠时期 就是它已经失去活性了 它就整个人好像晕掉了一样这样子 它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没有人知道 它可能是五年之后醒过来 可能是六年之后醒过来 也有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才醒过来 这跟你身体的状况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才在讲说 如果今天你的身体状况不佳 你的免疫力不好 这些本来被打掉昏迷的癌细胞 它就可能会再站起来了 所以我才在讲说 现在所谓的癌症 治疗完之后 到底要追踪多久 我们现在医生都会告诉各位 其实答案是 一辈子都要追踪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 在第一次的化疗之后 你的身上还有多少的癌细胞存活下来 是属于冬眠的状态 你一辈子都要预防 这些冬眠的癌细胞 它有机会会爬起来 所以以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得到癌症 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对抗的 姜皮一件事 关心健康所有事